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到底我们应不应该 找催眠师来打开我们的前世 打开我们的前世精神 就是找回我们的前世到底是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人 我有一个朋友她是催眠师 那位催眠师呢 她就跟我说其实我们的前世呢 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幻的 意思就是说在催眠师呢 他们就是会用一些方式 来让我们的心房慢慢的打开 从中呢就慢慢的去摸缩 然后去探讨到底你说 在催眠当中呢 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可能一些画面 一些声音啊 他们就会探讨说 你在这个催眠当中呢 你的那个情况是怎样 就是会慢慢进入你的那个梦境里面 一位好的催眠师呢 他可能会真的把你所梦见的 或者说可能所想象的一些前世的一些情景呢 把它挖掘出来 就好像说你现在有 有一道门 你的前世可能有五道门到十道门 那么他们就是会用他们的话语 语速来慢慢的把你的每一道门 每一道锁头 每一个锁头慢慢的打开 打开了之后呢 他们就会慢慢从中找到一些答案 那么好的催眠师呢 他就会用这种方式 慢慢的就是把你带进那个梦境里面 跟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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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里面 有可能你会找到你的所谓的前世 也有可能如果说万一一个催眠师 他有不坏好意的话 他也有可能在当中用一些套一些语 语法或者是一些啊 啊就就灌输就是灌输了一些不正确的啊 讯息或者是一些情景 让你感觉到啊 你是在前世啊 你的前世是怎样的人 他也其实他也跟曾经跟我透露 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尽量不要去翻开你的前世的事情 因为就像我所说的前世的东西 他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 就是看我们的啊 在梦梦境的或者是那个情景里面 我们的想象的的的情况是如何 如果你一直去想象去探讨或者是去追问 去追寻你的前世的话呢 那么也有可能我们所谓的前世呢 他有很多个年代很多个时代 那么你如果你每一个年代的那个啊 那个前世你都去探讨的话呢 可能会造成一个人精神会崩溃 因为太多前世的问题 如果你你特地去为了这件事情 把把钱你们的前世的门打开 一打开了之后呢 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现在的生活 你会把以前很多以前的事情呢 啊 就是 记在你的心中 没有可能 当你打开了你的前世的房门之外之后呢 那你会更了解啊 以前所发生的事情 但是在我的建立方面呢 可以的话就尽量不要打开你 你的前世的事 去询问你前世的事情 好好的过你现在所拥有的生活 啊 无论是好坏都好 那么我们尽量过好我们的生活 烦恼也不会从前世带到我们的现实生活 喜欢这影片的话 请大家多的分享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